一 二 三 聆听 斗者 接阵 列在前 对这些在漫画中常见的人者手势 是否并不陌生呢 这些手印能对人起到镇定作用 是否也是文所未闻呢 结合日本三重大学的研究结果 展览通过日本所有相关的文化作品 真实史迹及体验娱乐的方式 带参观者走入人者的世界 最新的研究で人術書を読み解いて 実際の忍者はこういう生活をしていたとか こういう活動をしていたというの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きたので それをまず皆さんにお伝え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と あとそれを科学的側面から approachすることで 見えていく姿をご紹介しようと思いました 印象中 充满神秘感 只出现在故事中的人者 在许多留存下来的日本古籍中 都有记和寻 结合史书记载 通过研究发现 真实的忍述也是一种修行 讲究心 际体 不仅需要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对药理 体能 心理等领域都有所涉猎 也通过现代设备检测 发现这些修行方式 确实对人体身心有所注意 展览中 简单有趣的体验区块 寓教娱乐 也让人们对忍者有新的印象 日本人的忍者能听听生活 不是那么神秘 他也只是普通的人 但是增加了很多的记忆 在里面 就是老百姓可以理解的 第一次将古代的忍述 用现代人的科学数据展示出来 主办方也希望通过活动 用实证数据表明 与自然和谐融洽的生活 更有益于人身心健康